主位行者 我们当然有很多是老参 甚至有很多其实一辈子都在修行 当然可能也有心进的 但我想你在来古严寺之前 应该也都有好长的一段时间的参学 跟修持 所以我想现在就把我们修这个法的一个基本理念 根本的知见所建立 稍微讲一下 不管你是老修 我们三支香 一支香就静坐 一支香就修本尊 第三支香就是大礼拜 这样子的安排 其实也有它的顺序 本来应该是大礼拜要摆在最前面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那个时间的安排可能会比较不那么顺畅 所以已经习惯了 这样也已经二十几年了 当然可能修的本尊不一样 但修的理念观念是一 是相同的 其实你不管修哪一个本尊 不管你修哪一步 根本的理念是一 如果我修金刚步就不是莲花步 修莲花步就不是佛步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你修得再好 你都只是一步 就整体里面的一部分 但是你说东西南北不分别 中央也不分别 上下也都不分别 你随便从哪一个地方下手 其实都是整体 我们不要讲说佛菩萨 就连众生 就连我 就你 你就不能独立存在 你本来就属于这个法界的财产 也可以讲说这个法界亦有值 一个在这个法界里面 来玩与玩的一个 暂时生命的现象体 所以其实都在 就来自法界 存在当下 到最后还是荣归法界 那每一个存在 其实都是这种缘起的幻变 缘起的显现 这里面既讲 既然讲缘起 就是没有自性 就是空性 既讲空性 就是清净性 本来法界就是清净 就是空的 就是没有障碍的 是本质解脱的 本来就解脱的 当你不生妄想 不起分别 不生执着的时候 烦恼在哪边呢 烦恼真的是一个存在的东西吗 如果真的把它找出来 痛扁它 好好把它打碎 问题是它根本什么都不是 知道了以后你会觉得好笑 为什么我天天这么多烦恼 你会觉得好好笑 但是一般的凡夫是把烦恼当成不可免 必然真正存在 要突破 要离开 那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会弄半天 不仅仅烦恼没有减少 是越来烦恼越多 因为你基本上是在对付一个不存在的敌人 不存在的敌人 你为什么还要在那边拼命 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这些其实比你 把他当敌人 然后想出了各种方法来对付他 要来的简单 实际的多 而不是空泛 不是一厢情愿 不是不面对 不是不处理 不是执着空都不是 而是真正的了解空 你如果真正了解空 你就晓得怎么去解决那些假象 为什么 你如果了解空就晓得一切都是假象 既然是假象 你执着他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把他抓着不放 如果能这样 其实慢慢的 真正的了解空性 就是智慧 智慧的 智慧就是如实的了解原起性空 这叫一切智 道种智呢 了解性空 依着原起 可以变换任何法 一切法都 借着原起 从空性而显现 这个叫道种智 也就是说 从空入有的智慧 刚刚是从有 进去空的理解 那是一切智 那把这两个双运 把这两个 入也没问题 出也没问题 这两个都圆满了以后 都没有障碍了以后 那叫一切总智 就是佛的智慧 那我们现在 你要离开烦恼 就先来知道 一切智 就是说知道原起 它是晴空的 它是没有本质的 它只是假象而已 所以不要被这个假象骗 这个 你就可以放下 对假象所产生的 所有知见 反应执着 你就会放下 知非即即 你晓得它不对 不对你就自然可以离开 离非即即即 你如果可以离开不对 那你就是一个正确的 一个抉择 所以 它其实 说抽象很抽象 说具体很具体 在每一个当下 在每一个当下的念 在每一个当下的建文 秀 秀藏觉知的当下 去用对的来看 而不是一弄就跟成事就搞在一起 然后事里面又去执着 去分别 那当然就 这个问题就更大 好 那我们为什么会修 本尊 而且我们本尊就用 譬如真那佛 因为现在我们就在他面前修 你到人家家里面去 你不 不对他恭敬 不对他礼拜 你来这边拜阿弥陀佛吗 当然前面也OK 你不能到人家去家里面 然后去讲别人家的事 所以我们就要晓得 这就是方便 有这个条件 那我们就这样修 靠着他 要进化的是我们 是我们自己 你用来尊多一样 既然现前就是这个 最容易观想 最容易相应 你要求他加持 也很容易相应 他就在你面前 由光入光 放光加持 你都很方便 不要又生出一个 现在这边没有的本尊 然后现在看得到的都不理 就硬是生出一个 现在没有的 其实也没有必要 我们知道那是造作 那是不得已的造作 所以那些东西 其实尽量少 不要一天到晚造作 当然造作如果是 如理作义 它还有基本的功德 但是常常会丢开眼前的 然后去抓那个抓不到的 这是我们的通病 就在你面前 然后你不去好好利用 这是很大的问题 好 所以就修本尊 那本尊里面当然 观想重要 持咒也很重要 那持咒里面呢 我们晓得这个咒 有各种咒嘛 那辟如尊那佛的最勇猛有力的 最大的功德力就是 大观点光真业吧 所以我们就持这个来 加持 加持自己 借着辟如尊那佛 我们把自己观想成辟如尊那佛 又借着辟如尊那佛 大家持的能量 然后来净化我们的身口意功德事业 又净化我们的五个轮脉 就这样子 然后净化了以后 还要涉及五方佛的功德 涉及法界里面的功德 让我们的五个轮 变成五方佛 变成五种智慧 这个是修本尊 一个基本的概念 还有我们静坐的时候 我们修的是 辟如七支静坐法 修辟如尊那佛 静坐辟如七支静坐法 那不是最根本的相应吗 那辟如七支静坐法里面 很明显的 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中脉 中脉 所以包括你在静坐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修中脉 修中脉里面 再具体一点 修中脉里面的一个明点 不管你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 你对哪一轮比较有兴趣 你就细心在那个轮 就轻轻地看着 完全不着力 也不要想 你只要安你的心 轻轻地安在那个轮 那个明点就OK 就这样 那最后一支箱的大礼拜 你如果没有很健康的身体 你想修行 门都没有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工具 就没有基础 就没有可以使得上力的一种真上源 都没有你怎么修 所以真正修行的一定要先把身体给弄好 不是执着身体 而是我现在要修行 我知道它是帮忙我修行最重要的本钱 所以我不能随便把它糟蹋了 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让它一种增上性的 那你要身体健康 那很明显的 你就要有一个很深的很有力的呼吸 要有一个很深很有力的呼吸 要有一个很专注的念头 念力要够强 呼吸才能够听你的念力 那呼吸听你的念力 你念力又强 就可以把呼吸变满你的全身 任何你所要到的地方 那当然无形中就可以净化你身体里面的所有构造 所以我们的大礼拜 有别传统的大礼拜 我称它为内观大礼拜 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末学 就不断地在修行里面想说 现在末法实在大家时间有限 条件有限 怎么样用有限的时间条件 去掌握最大的契机 最强有力的转变 因为其实我学密 学密也已经今年67岁 45年超过 超45年 当然我是一个很懈怠的学佛者 所以谈不上有任何的境界体验 但是我也算是一个务实者 就是以我们的生活条件 我们到底不是西藏的行者 他们有那样子的环境 有那样子的传承 所以他们可以用那种方式去修 你若把藏传的那一套整个移植过来 除非你勉强自己 就把自己要求变成他们那样子的生活模式 否则的话根本就使不上 根本就不务实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说要建立政治建 难道真的要把五大论给搞通 才有正确的知见吗 不需要 你只要找到善知识 其实两三句 就是几天的讯息 不断地帮你导正 其实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需不需要弄得那么繁复 不需要 就好像修行也一样 我们说显教密教 密教又有外三圣内三圣 就是做密行密宜加密 然后内就无上宜加密 阿路悠嘎 迪悠嘎 它是有一整套的 但是事实上呢 是不是要通通修了以后 才可以 不是 不是 你只要碰到真正三知识 它就直接带你进去 那个最重要的 其实很容易就受用 所以有次第的一种说法修法 可以弄得很远景 很完美 但是事实上做不到 那个远景完美 没有意义 我们还是要务实 怎么样子 赶快自己突破自己身心的障碍 提升自己身心的能量 功德 这个才是我们自己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想法 一个念头就在有限的调教里面 做有限的事 我们怎么要这样拿捏最有效的方式 所以一样的 比如说 我也做过大礼拜施加行的 但是我发觉 反而没有我放松了以后 然后提起绝照的 这样子更受用 因为每一分每一秒 你都把你的身口意合在一起 身心呼吸 随时都结合在一起 那个身心的力度 还有那个有效的配合性 你会觉得很棒 一点都不觉得累 而且越拜越想拜 怕了就没有时间 我只有几分钟拜 当然时间到我就要放下 也不执着 但是那几分钟至少 你已经把你的身心调和到一定的程度 就不乱了 你早上起来 拜个三拜 你今天整天心不乱 我绝对不是吹牛 绝对不吹牛 不是说你一定要拜一百拜 弄半天起来气喘兮兮 而且心根本就不静 身体也没有更健康 真的 那个猛力的超 没有绝观的行为 其实都跟修行无关 要跟修行有关 一定要跟你的绝招 联系上 才是跟修行有关 跟你的会命有关 否则的话 身体念得再好 业障还是一大堆 书读的再好 什么论 什么论都读遍的 烦恼还是一大堆 一讲起话 就跟人家吵起来 所以 那个我想 我们 那个其实是一种 既不是充分条件 也不是必要条件 我读书学的 对 那我们要的其实是充要条件 那这既是充分的又是必要的 要拿捏到这个 这个如果掌握到了 其实就很简单 比如说你要调整你的身 你关起了中末 要调你的身 就 轻而易举 你 关出了中脉 让你的气 就在中脉上下 你的心绝对不会乱 不会昏沉 不会掉局 我不敢说 我都不会打瞌睡 但是你要看到 我打瞌睡的机会 很低很低 为什么 我也不是睡得很饱 也就是随时 晓得你晓得怎么去 调你的呼吸 掌握你的意念 调控你的身体的知识 让它是一个很安稳 很松 的一种 深的状态 心也放得一点都不执着 那怎么会损能量 怎么会掉局 怎么会散乱 怎么会昏沉 当然就不容易 所以方法对了 有正知见 才会找到正确的方法 有正确的方法 把所有事情救 简单了 胖的都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那就会修一辈子 其实我是觉得 一点把握都没有 而且一点都不受用 不能说它没有定力 但是那个定力有限 不能说它没有智慧 但是那个智慧很有限 如果学佛学了一辈子 还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还蛮可惜的 所以我想 我们做这样子的修持 其实有它的秘义在 那当然也不能讲太多 不能讲得太 太那个 好像很伟大 把它讲得太高 我觉得我们都是用最平时的心在修 用最务实的心在修 用我们的身心的条件在修 但在这种修里面就不断的能够突破 慢慢的慢慢的能够突破 就这样就好 当那个大礼拜 你要每一个动作慢慢的做到到位 你就会发觉 它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你只要有心做 它一次一次 一拜一拜着 它就突破了 你多用一点点念力 其实很多东西它就松掉了 就是用你的念力去引导你的气 跑到你该用力的地方 常常这样引导 你每一个 你说要到身体的什么地方 就会用念力 然后带着气 就到那边去 还有什么地方不能达 不能到达 那你如果从来不做这种训练 你拜半天到底用到了什么 所以当然我们会讲 拜大礼拜能消多少的业障 念百字明可以消多少业障 然后宣漫达可以增加多少功德福德 多少人做过 他业障消了没有 福德消了没有 绝对不是释迦行有问题 而这个做的人之间有问题 那根本已经污染了 所以你即使在做对的事 就简单来讲 这个是救命先丹 结果你把它掺了毒 不仅救不了你的命 还真的要你的命 所以我们的知见 那个发心一定要很清静 不要用有所得的心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用有所得的心 想要消月账 结果弄半天 一点都没有消 想要争功德 结果争福德 结果弄半天 一点都没有争 是谁让你这个样子 是你错误的知见 让你那个样子 所以所有的法 绝对都是最纯净的 但是你要修纯净的法 就得用纯净的动机 才能修纯净的法 它才会相应 所以知见真的很重要 那个 那那个所有知见呢 其实所有知见 以我 我的根本知见 当然是如来藏的知见 是大圆满的 本来清净的知见 这是我的根本知见 那抓着这个根本知见呢 其实一切就融在这里面 等于是放着一个 本来清净的光 照出去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清净 让所有东西 射到这里面来 通通消融在清净里面 进来也清净 出去也清净 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 因为我们有佛性 这不是谁试给我 不是佛试给我 佛只是开示物 提醒你 你有佛性 你有如来藏 你有清净心 提醒我们 那我们是他的最恭敬的弟子 当然要听他的话 相信他讲的话 如一者 食一者 不一者 不逛一者 他讲的话 绝对是 不会骗我们 这样一回来 有发现 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们常常讲说 你什么都不想 这时候是什么 什么都不想 这时候到底是什么 不要猜 什么都不想 平平静静的 寥寥分明 如如不动 是还是不是 那这三个描述 不是就是涅槃的境界吧 当你一念不生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涅槃 不是 涅槃不需要去哪边找 不要用念头 用修行要找涅槃 用正知正见 去跟涅槃相应 去跟我们本来清静的心 所以禅宗讲 你只要明心见性 OK啦 就谁都骗不了你 无修而修啦 所以 这些很重要的观念 一定要深深的落实 在你每一个当下的 起心动念里面 想错了 赶快回来 想对了 有意去做 想错了 赶快回来 所以 这个想对了 做对了 当然就是在 铺陈我们的资粮 把从理 变成一种事的圆满 想错 绝对要马上回来 收回来 让那件事情成就不了 你只要念头 去配合它 什么事情都成就不了 所以 一切为心所现 一切为事所变 那 这个心 这个事 事 变现三合大地 变现 人像 我像 众生像 受者像 而心呢 它变现的 是一个不分别的 如实像 那这样子的话 就 你如果 依那个清静的心 那事会变成上 依着清静的心 不是依着无名 事就变成智 这就是转世成智 所以 基本上还是先找回 先找到了自己 本来清静的心 一下子就从量变 变成直变 整个就变过去 这里面其实也不需要转 而是 根本回来 依着你的清静心 来理解 甚至来造作 一切的造作 都依着清静的心 那个造作 必然是功德 所以 这个是根本之见 根本的下手处 所以 大致上 我们的修 就是这样的观念 这样的修 你不会 得到任何东西 但是你可以体验 任何情境 那体验都不是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样子 但是你知道 能不能留下来 不能留下来 不仅仅不能留下来 不能想留下来 连想要把它留下 那个心都不能有 那个心就是妄念 但是你知道它是什么 那个完全正知正见 如实的了知 就是正知正见 所以也不是 什么抽象 所以只有能体证 想啊 说啊 包括在造作里面 其实这些都不是 但你不经过这些 如理如法的造作 你进不了那样子的 身心状态 所以不修 不正 不修不可能正 不修不行 还是要修 但是修不能照相修 不能有所得的心在修 那这样就修而不修 修没有修的执着 得没有得的障碍 这样其实就OK 每一个当下都是 每一个当下都是天底下 最珍贵最好的时光 所以你就慢慢就 随时活在当下 因为你晓得离开当下 你的生命就 当下就中断 就空了 就随时保持觉知 保持那个照见性 那随言 这照见性不变 随言照见 随言照见任何东西 随言 照见性不变 随言不变 不变随言 就这样子不断地修 那你修多久 就有多少定的功德 就因为有照见性 所以就有多少会的功德 因为如实性 所以就有多少福德的功德 所以 虽然我们的法不是很深 也不是很繁复 但事实上 它是立即一个很正确的 根本之间上 所以我们只要照着做 你会真的 你只要照着做 你会发觉 不管你过去修什么法门 你会慢慢发觉 你所修的法门 都使得上力 我们所传的法 不是要去否定任何法 而是要去融通任何法 让任何你 任何修的法 都可以回归到法性上来用功 这个很重要 所以心里面不要执着 我们来这边是修毕竹 那佛 不要有这种分别 我们借着这个东西 来让你掌握到 什么是真正的实相 身心的体性 到底是什么 这个掌握到的时候 以后 你修哪一尊佛菩萨 就好像一个很OK的人 你要跟谁做朋友 他都很愿意跟你做朋友 我有很多 外 我们说外道 就其他宗教的好朋友 在我心里面 没有宗教的分别 在我心里面 没有好人坏人 所以我有很多 我们是黑社会的朋友 所以 因为他以 跟你做朋友为融 你为什么要拒绝他 你跟他做朋友 就已经在跟他有共业 共业不是让他拉去 而是要把他拉上来 你不跟他结缘 你怎么把他拉上来 所以这些观念 你就慢慢 就不会去排斥 分别 不会 那这里面 很明显的 就我们用那个 没有分别的 平等的 平等就是智慧 在没有分别也是智慧 叫无分别智 那无分别的平等智 才能够平等的 变满的 饶益 所有跟我们 有缘的众生 这个绝对不是唱高调 而是很如实的道理 当你心平等 你就不会有明显的好恶 比如说有人在抽烟 你不喜欢闻到烟味 就鼻子就烟起来 那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骂 你虽然没有骂出来 你说心里面 想说我不喜欢烟 但是还是尊重 那过去笑一笑 可能你笑一笑 他就不好意思 他知道你不抽烟 不喜欢那种抽烟 看你对他笑一笑 他反而不好意思 就把它洗掉了 所以很多事情 其实不是我们想的 那个执着的 以为是什么那种 那个不是真理 真正的真理 是随时用一个 柔软的 平等的心 在看人事物 这样才好 才不会跟他对立起来 好 大致上就这么说 接着当然我们 今天还是有一些新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念一下 因为这些祭语或者是赞颂 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弄得很熟 因为你把它弄熟以后 你随时可以修法 你随时可以把 通过这个赞颂 祭颂 来带你的身心进入赞颂 祭诵里面所要表达的实相 内涵或者意境 所以这些都少不了 其实越多越好 但是要能消化 要能消化 你如果消化了 那随时都可以有方便 碰到什么 你就马上想起什么 马上就融入什么 那这个就是一种善性 甚至讲清净性的一种 一种修持 好 我们翻到第二页 第二页 我们刚刚念到三了 接着下来就是 法身记 也就是缘起记 我们来把它稍微念一下 我们用的是梵文 那藏文念起来 它是比较紧 就有一些音 它就合起来念 那我们念的是梵文 我们把一天 看着着说 当时的 祖师学书 我们把你当时的 你当时的 在深圳 想起来 我身分为 我们把你当时的 折运营 来也在深圳 海珠 上 互 我们把你当时的 这些都 距迷 海珠 我们把你当时的 把你当时的 我们把你当时的 他处 带 起来 我身分为 当时的 这个意思就是下面那个 一般是翻成解那个地方 就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世生灭因缘 佛大沙门说 就佛这个大沙门 这个大修行者 他其实穷其一辈子 都在讲因缘法 一切法的生起显现 都是因为因缘具足 同样当因缘离善的时候 这个法也就变了 就消失了 所以所有东西没有生没有灭 只是因缘的具跟善 因缘因为没有自性 所以他具跟善都不能自己决定 因为他没有自性 虽然是空性 只要因缘具足 什么法都可以显现 我们现在是凡夫没错 但是当我们一念清净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跟佛的当下无恶无别 但是过去不是 未来不是 而佛就同龙是 差别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偶尔一念清净 其他念念都带着燃 而佛是念念都清净 染上不了佛的身心 而我们是附带着 带着染污的身心 然后蕴藏着清净的心 在宝性论里面 就好 就打这个比喻 我们是丢在烂泥巴里面的一尊佛像 只要慢慢的把外面的烂泥巴洗干净了 你这个佛像的庄严就显现了 而我们这个烂泥巴这个身跟心 看起来是有限的污染的身心 但里面蕴含着一尊永远不变的清净佛 就是你的清净的本性 你的本尊 一定要把这个业障让它消失 慢慢的那个清净佛的功德 相 体相用 我们现在是有体 没有相用 有佛性 没有佛的智慧 慈悲 功德 所以还是要修 你不修不行 所以还是要上宫下室 还是先慢打 还是多要 因为你不做这些其实 你即使清净佛心献钱了 那最多也是什么 最多也是见到位而已 还是要进入修道的过程 真正修道的过程 到最后才能够到无学位 就是究竟位 所以这些道理我们当然都要懂 不是要你不修 而是要你正确地 如实如理地修才好 好 接着我们要修毕如真那佛 当然首先就应该要称名赞叹 然后皈依 所以我们念一下 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 就是要修毕 就是要修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好用 第三行那个南巴南车 你把它改成哪一尊佛都可以 欧巴美就是阿弥陀佛都可以 面子拉就是要是佛都可以 就是我们把这个佛号 那前面其实是通用的 共通的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再一遍 就跟小孩子在跟妈妈撒娇那种心情 最感恩的 最依靠的 完全交付给他那种心态来称名 称佛名 这样其实很容易让自己的身心感动 你会觉得每个细胞好像就软化都活起来 都充满的能量 好 接着我们要赞颂 毕不知那佛的法报话 就是他的功德 南巴南车 打巴车 多吉西瓦 卡尘布 让心尽力 尔西处 多吉顿拉 恰恰对 南巴南车 打巴车 多吉西瓦 卡尘布 让心尽力 尔西处 多吉顿拉 恰恰对 南巴南车 打巴车 多吉西瓦 卡尘布 让心尽力 尔西处 多吉顿拉 恰恰对 毕如遮那 它是一个大清净 显发出来的是金刚能够除一切障 柔善能够设一切法 而且心是一个大欢乐 大欢乐就是大乐 这个就是他的功德 然后朗信就是自信 自信其实它显现的是一种光明 光明就是所有光明里面最大的光明 所以我们叫做变照 譬如这那佛就叫变照之来 他的智慧光明是任何东西不能比 我们在这边不是在比佛跟佛哪一个伟大 而是不可思议 不可限量的 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任何的无明 黑暗 可以在毕如遮那佛的光明里面存在 也就是说只要毕如遮那佛光明一照 所有的业障无名于痴 黑暗当下就消尽 这样子的教导 这样子的内涵 当然我要至上最恭敬的赞叹 这个就是对毕如遮那佛的赞颂 那前面那个毕如遮那大清净 其实就在讲我们的体性 本来清净 每个人都有清净的心 这个清净的心既能够展现成 无坚不吹 无恶不破 无障不除 能够吹一切障碍 而且能够收涉 涉受一切的众生 而且能够展现 随时那种无碍变满的喜悦 大乐 空乐明 随时都可以任运 然后接着就是自性的光明 这是我们说体相 相是一种明 是一个显现 是一个照见 这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真的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你有都把它用错了 一照见接着下去意识马上接手 照见了以后意识马上接手 所以所有的功德都被意识给污染 都被意识给收纳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转过来 所有意识都要转成我的这一份照见 而且如实的如礼作意 把它转过来 转过来 你都能够如礼作意 如实的照见 它就变成妙观察制 如实的照见一切法 叫做圆满大圆镜制 看到一切法都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没有别相 通通是 就一个共相 共相就平等的空性 那就平等性质 看到任何法都必须借缘起才能显现 你要显现任何法 就必须记住这些条件 懂得这个道理 你自然就能够展现你的成所作志 你要干什么 你知道要怎么做 它自然就会呈现那个功德出来 那会有这四种智慧跟功德 其实都是来自于法界唯一的体性 就是法界体性质 我们跟诸佛夫杀 跟法界的任何法 没有什么两样 都是清净的空性 可以这么说 所以就五种智慧 其实也是我们本具 本来就可以有 现在能不能有看 就看你了 能不能把它显现出来 好 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修正行 正行就要开始观本尊 在观本尊之前 就一定要先把我们印象里面 经验里面的所有这些能锁 所有这些对任何东西的 安甲明德的习气 着相的习气 就先把它看破 所以首先就要念这个观空咒 这个我们也是念梵音 一般藏文叫做Sobhava 那个Sobhava就没有发出来 好 我们再念一次 Om Svabhava Stah Sarva Dharma Svabhava Stuh Ham Om Svabhava Stah Sarva Dharma Svabhava Stuh Ham 自信 Svabhava就是自信 Shtah是清净的 一切法的自信是清净的 然后就融在 那个清净就是空性 空性就是清净 空性不是空 空是清净 所以它可以显现 不要讲说生一切法 因为我们一讲到生 就跟灭扯在一起 它可以随眼显现一切法 也可以讲到随眼就生起了一切法 因为本来没有变成有 所以说它生 所以连这个生都是假明 其实不是谁生谁 是聚在一起显现的什么东西 所以也可以讲说 本来外空的话 三合大地通通空 内空身心通通空 内空外也空 空到最后什么都空 但是那一念心不空 那一念心 它我们现在造作都是第六意识吧 但是第六意识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第六意识习惯是分别造作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空性了 依于空性的基础 以空性为它的基 那么造作出来的 那就不是污染的 就不是业障 差别在这边 所以以这个第六意识 它的活泼的功能性 加上你空性的证件 然后加上对本尊的那份恭敬 想透过观想 然后运积三十二项 八十种随形好的那个项 那些种子 因为你以后要显现这些 也必须你的八十田里面 有这些种子 才能够显现这些项 才能起现形 所以现在我们虽然在阴位上 但是你如果进入空性 其实就不是在阴位上 就直接进去果位的修行 那在这种基础观念上 你只要好好的用你的八十 就是把每一个细节 畏生令生 那以生令起 这叫生起次第 从没有 把它观想出来 观想出来以后 比你亲眼看到还清楚 比那个画里面画的 汤嘎里面画的都还清楚 汤嘎再怎么画 不会说话也不会动 我们这个呢 机会说话也会动 这个观想的力量 绝对大过画师的力量 所以我们这个大 Mahamantra 我们这个真的 透过好好的修行 可以 可以 具足很多功德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 第六四当敌人 你要把第六四当 我的根本的武器 善的武器 功德的武器 拿它来建立起 这些功德业 功德事业吧 所以这个就首先观空 然后观空以后 我们这边当然接着 本来久 应该就观修本尊 观修本尊 以后我们在 法本再改的时候 会把它弄得再详细一点 那观修本尊就 透过引导 现在我为什么不把它弄进去 因为我是希望 由我自己带 我来引导 那你就依着我所 随送起观 我叫你怎么想 你就想 叫你想到哪边 你就想到哪边 你多做几次以后 你回去就可以自己想 但是如果法本呢 我的经验是法本 你照念过一点都不想 所以有一个法本 那你就念念念 其实完全不相应 所以这边我就 故意把它空掉 就是就希望大家 能够更专注一点 没有文字可以依赖 只能用耳朵听 此方之真教题 清静在英文 你如果都射心在听上面 很容易集中 就很容易集中 那么我们观起了本尊以后 就要迎请本尊 因为这个观起来的本尊 叫三昧耶尊 也就是我们第六世 所转成的 清静的第六意识 所转成的庄严 本尊相 那三昧耶尊 接着我们就要请智慧尊 就第七世 把它转成智慧尊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提醒荣入 这个是对毕如浙那佛的一个呼唤 这是你的金刚四句 我现在请你来 你不得不来 因为你答应说 我只要请你来 你就来 这个是有点耍赖 但事实上就那个平等心 就清静心 然后接着炸混放后 就是融入的过程 我请他来 来了 然后就你面前的一昼的地方的虚空 然后转到你的头顶上 变成一个母子结大的本尊 然后就顺着你的中脉 进到你的心间的莲花月轮上 然后融为一体 智慧尊就是你的心 刚刚你观起来的是三昧耶尊 里面有智慧尊 在这个基础上 接着我们就开始持咒 持譬如正浪佛大灌顶光真言 那我们特殊的地方 因为结合我们五轮的进化 五种称贪吃慢剂 习气的进化 所以我们就针对每一个轮 去持这个咒 持咒的时候转轮 转 那为什么要这个 我还是一直强调 你的声音 你的意念 你的身体 三而一一而三 要三个完全结合 那种力量一出来 你动你的声音 它就动你的身 动你的末气明点 那天天每一做都这样念 你慢慢的你会发觉 好像一念就有 一念就有感觉 那个角色是自己可以体正的 不是想出来的 所以我所有的力量 都是从动中来显现 从动 不是从静 从静来蕴含 从动来显现 所以我们的持咒方式 是用转轮的方式 而且是有一定的长度 那等于一口气一次 一口气一次 那这样慢慢的 每一个轮十次 十 我们《华严经》里面 很喜欢讲十 那就下来五十次 这五个轮 上去五十次 就一百次 然后到最后 念完以后 整个收归 就这时候 我是真正的本尊 我不仅仅是 外向的向好 庄严的本尊 我里面还有 五方国的智慧的本尊 暴身 跨暴两身都有 然后就用这种相应 一种伐喜 然后上弓下诗 上去六次 下去六次 上弓 所以刚好一百一十二遍 就这样 然后念完以后了 念完以后 我们就做一个 因为我的经验是 你如果修到这边 其实脚也已经 有一点点受不了 所以就赶快解脱吧 就是把脚放掉 把脚放掉 不是就那个 就上面 上面脚就放下来 然后塞到下面去 而这个脚呢 就摊出来 往外踩 这个也叫游戏座 也叫国王座 也叫大爷们座 就是一副 很不得了的样子 这个其实就 我们刚刚不是很严肃 很专注的在修 现在就要整个打开 整个很放松 然后眼睛就看着虚空 就这样 因为我们在里面 看着虚空会着想 会被前面的镜转 所以我们主张 就眼睛闭起来 然后透过眉心 透过眉心 看只是看 这时候 很好玩 因为 当你的念 透过眉心来看的时候 这时候 很容易心就静下来 心一静下来 又透过眉心 那个见的功德 会显现 所见的明相 也就是明点 可能这时候就出现了 这是明点出现 这个明点 其实显现的是 这时候你的心态 你的意念 所以当你的心 越静的时候 这个明点就越亮 不仅仅越亮 越稳定 所以你就透过这个明点 观察这个明点 来射你的心 来净化你的心 来集中 提升你的心 这个也是一个 方便法门 蛮好用的 我很喜欢用 而且用的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在这个 几分钟 就看着那个明点 几分钟 你会晓得 那个明点 其实是在诠释 这时候你新的 新的状态 我们当然现在 已经没有想法 没有念头 但那个专注 他专注到什么程度 清静 清静到什么程度 都从这个念 从这个明点 让你现观 看到 看到 不是想象的 是真的看到 你看不到 当然我不知道 当然我不知道 但是你只要 真正的 跟着修 其实你哪一天就 果然有 果然是有 所以不是眼睛闭起来 什么都看不到 绝对不是 所以常常有人说 这个人已经往生了 你还在那边 把他做法事 念佛念咒 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什么也听不到 其实我们真的 见闻修长觉知 不是靠这些浮尘根 浮尘根 就是说你身为人以后 这个业力 让你不得不透过它 但当你这一期生命结束 或者 在还没有结束 你有修的时候 你会发觉 原来是不需要 靠眼睛才能看 靠耳朵才能听 完全不是 那个新的清清楚楚 五妙玉 色声香味醋 都可以灵纳 这个 这个 这个其实 也是理论 但是这种理论 是要清正 就你真正去修 你就 果然是这个样子 不是骗我的 如果说一定要身体 当你没了这个身体 什么都不能受用 所以 有这个身体是业障 讲业障 比较不好听 讲业报 你就有这个报声 有这个业报声 那你就被他控制 你当然也是 你的使用 的对象 但是也是控制 你使用的范围的 一种存在物 而我们修行 是要修到 知道它是假象 不被他控制 不仅仅不被他控制 不被这个静 这业报声转 还要 心能转静 靠我的清静心 靠我的念力 靠我的修持力 慢慢把身的业障 也能转成功德 这个才是如来 慢慢你就学佛学着 感觉是越来 真的 越有把握 那个把握绝对不是执着 不是清清楚楚 什么是什么 你都会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笃定 不是人家说了算 好 那这样子完了以后 其实你休息够了吧 休息够了就再把腿 再给盘起来 腿再盘起来 然后盘起来以后 很快 马上很快 就又灌成本尊 然后开始 三公下尸 就念本尊奏 那个刚刚大灌点光真言 我们念一下 这些词 這個奏很大的威力 如果大家去看這個就不空捐守 那個王者 你這樣把它唸一百零八遍 他就可以 絕對不會下惰三惡去 甚至他如果福報條件夠 就可以到他想到的地方 所以包括你念佛的 念佛並不是說到最後一定要跟著你念佛 你去幫他加持也不一定要念佛 因為念佛他本來就有基礎在那邊 你現在是要幫他除掉他心 住於正念 就住於念佛的那一心念佛的狀態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把他旁邊干擾的東西就這樣把它除掉 他就進去了 譬如說他在念佛 你就一定要念佛 不是喔 不一定 所以修行你若使得上力 就去做他就對 不要說人家在幹什麼 你就一定跟著幹什麼 但是不要造成干擾 人家念佛念得好好 就跟人家比聲音大 那就干擾 那就不好 所以有東西就是靠觀想 是觀想力 那當然這個本身咒語它是一個真言 是一個大總實 是一個佛菩薩功德透過陰生的視線 這個下來當然不可思議的加持力 所以使得上 使不上 看你 看你理解到哪邊 到哪邊 修到哪邊 好 最後當然我們就念這個短奏 短奏 我們說再回來以後 回來以後靜坐 然後就上宮下師 有沒有感覺很舒服吧 從你的心然後放出光 上宮十方諸佛 然後十方諸佛 第二遍它就加持回來 那第三遍我們下師六道友情 然後六道友情 第四遍再供養回來 就你就跟十法界打成一片 就這樣念 這樣轉 上宮下師 然後到最後 到最後念完的時候 UM BAI ROJANA UM SPAH 然後一個字 容物一個字 UM BAI ROJANA UM SVA HA 然後融入A 融入種子字 那個A 那A變成NADA 變成一條光線 然後就融入整個法界 好 再平等住 到最後就平等住 你能做多久就做多久 在那邊好好享受一下 空 明 變 的一種生育 不管是空明雙印 還是空樂雙印 或者明空雙印 明樂雙印 不管怎麼樣 就讓它什麼是什麼 完全不做意 不要分別 不要取捨 你修得好 在那個平等住裡面 你就會有很好的絕受跟體驗 那所有絕受 所有體驗 都是當下的因緣所生的幻象 不是真的 不要吵 不要執著 不管是什麼 不管獻什麼像 甚至這時候 可能本尊獻錢跟你說話 你都不要執著 反正什麼就知道它是什麼就好 就如如不動的保持絕躁 平等的照見 好 念完以後 我們要下座之前 當然就要回向 就要回向 那回向的時候 就是最後一頁 願以守修諸功德 回向法界眾有情 清正本訣殊聖誌 術成譬如周那佛 咒吉祥 夜吉祥 師尊加持大吉祥 諸余家者 亨吉祥 一切有情皆吉祥 願善妙增長 最後 就是到最後還是用我們的神語意 供養整個法界 隨時就融在這個法界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本尊 你這樣走一趟回來你會很舒服 每一天一上座就開始高興 因為我要跟我的清靜心 要跟我的本尊交流 就互動 那你如果一座做得好 下了座上座下座 不理本尊想 你隨時就 這下座以後也是本尊在表現 雲為照座 你的行柱坐臥 都想 這是本尊的流落 本尊在這邊表現 那就可以打成一片 座上 座下 你都是本尊 不是只有在座上的時候 你才是本尊 下了座 你就是凡夫 如果這樣子 那沒有用 也就是說它的功德功用有限 但你如果把它打成一片以後 你就會發覺 你不會亂做 我本尊怎麼可以做這件事 不會亂講 我本尊怎麼可以這樣講 不會亂想 我本尊怎麼可以這麼想 常常提醒自己 本尊就是你本來清靜的體性 你一個清靜的心 不應該產生染污的身口意 常常這樣子要求自己 久而久之 你就是隨時都在修本尊 隨時就跟本尊的 法報化功德事業五種身 都打成一片 就打成一片 好 就這樣說過 祝大家 能夠跟本尊 跟你清靜的心 趕快會面 趕快變成無惡 Om A Om Lально 感谢观看